不過在廉價期間 如果你要出遊的話 要當個聰明的用路人 因為到哪裡感覺都非常的塞啊 這個廉價出遊返鄉潮呢 今天喔 22號的凌晨 蘇花改蘇澳端的入口處 已經湧現車潮了 詳細的狀況 我們來連線記者吳懷涵 好的主播各位觀眾 今天就是端午節了 畫面中可以看到 22號凌晨 蘇花改蘇澳端入口處 已經出現間歇性的短暫車潮 但還沒有真正湧入 廉價大量車流 截至目前花東地區的訂房率 已經達到八成左右 公路總局養護工程處表示 預估22號蘇花路廊 會出現大量南下車潮 南下全日交通量 預估會達到一天一萬八千輛左右 進風時段最高車流量 預估會達到每小時一千零三十輛以上 車潮大約會從凌晨三點開始湧現 持續到下午兩點以後才會緩解 假期第三天6月24號的時候 預計會出現北上車流高峰 全日交通量預估達到 約一天一萬五千一百輛 車潮將從上午十點左右陸續湧現 車多湧色的情況 將會持續到晚間六點左右 以上最新主播 端午節四天連假 大家已經規劃好行程了嗎 剛剛有提醒大家 大家必須要當聰明的用路人 可是感覺不管再怎麼聰明 不管再怎麼提早出門 還是很容易被塞在路上 在這邊大家不要覺得 這是一排的路燈 這是一排的車潮 在22號也就是今天凌晨 很多的民眾想說 我一定要提早出門 避開這個塞車的路段 準備要享受美好的假期 結果沒想到凌晨一點 就有網友指出了 國道南港往宜蘭的方向 最低的時速只有24公里 更目擊就像這樣好多的車輛 都塞在高速公路上面的畫面 就像車燈閃耀著星空 但是在這個部分 很多人還可以在車上稍稍的補眠 駕駛就比較辛苦一些了 提醒大家一定要睡飽 睡好再來上路 會比較安全一些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ELLS